直到看到郭晶晶以裁判的身份参加巴黎奥运会 才明白龚平正在他手下诞生了 郭晶晶的人生随便翻开哪一页都好酷 我们的跳水梦之队曾经在各种国际赛事上被主观压分 从88年汉成奥运会上 名将熊泥神仙一跳却被压分 最后以一分之差输掉金牌 被公认是跳水史上最大的黑幕 到后来国际裁判对中国跳水队有着更严苛的裁决 而郭晶晶在手握31个世界冠军退役后 选择去考裁判证 公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公平也不是女性必须回归家庭 做个嫌弃良母 公平是你得去掌权 让公平从你手下诞生 他逆流而上 努力进入最艰难的职业领域 拼尽全力往跳水全力层走 就想给中国队这一个公平 比起等待权力的怜悯 金金女王直接走上去 成为了制定规则的人 这次郭晶晶担任国际裁判长 在有跳水项目的地方 就一定有郭晶晶的身影 他监督着所有裁判的判决 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 所以才更加理解 比赛的判决对运动员没有多珍贵 曾经的跳水女王 如今守护着为国出征的奥运剑儿 当他对着近乎完美表现的 中国选手们竖起大拇指时 真的又撒又温柔 而这句介绍真的正儿欲聋 跳水名将郭晶晶和他的先生 然后也是在看台上来观看这场比赛 跳水名将郭晶晶和他的先生 谁懂这句话的含金亮 在这个满是陈夫人周太太 不被提及女性名字的事件 这样的称呼 真的展现出郭女士满满的实力 而看到郭晶晶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抑制移动 会有的想到 他曾因为三块钱的头绳 一两百的衣服 而遭到香港贵妇圈的排挤 他们嘲讽他出声寒门 上不了台面 可是郭晶晶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这些肤浅的东西 虽然郭晶晶在日常生活中很是节俭 但是大事上绝不含糊 口罩时期捐款7000万 还和其他志愿者们一起分发口罩运送物资 可谓是出钱又出力 郑中时再捐款1000万 甘肃地震再次捐款7000万 这样的格局真不是一般贵妇能比的 郭晶晶生活金钱全是 从来都迷上不了郭晶晶的眼睛 就像曾经和霍奇刚恋爱时 他对全世界说的那句 他是豪门 我是冠军 豪门这么多 奥运冠军有几个呢 对于霍家来说 郭晶晶从来都不是高攀 他是霍家的排面 是霍家的第二面五星红旗 此刻真的狠狠打脸 699买不了一双袜子的言论 他们都说贵妇那桌没有郭晶晶的座位 可郭晶晶所在的 是他们的先生都不一定能上的桌 香港阔泰能治的地方 郭晶晶都能去 郭晶晶能去的地方 香港阔泰是望尘莫及 郭晶晶与霍奇刚结婚时 港媒的标题是 郭晶晶下嫁或家 要知道那可是一向独辣的港媒 郭晶晶的一言一语 都无不显示他强大的女性内核 之前看新闻时 看到有香港的八卦记者采访他 说他每天素颜不打扮 郭晶刚会不会看上别人 而郭晶晶回答说 郭晶晶每天都有好好打扮 所以我不会出轨看上别人 郭晶晶的内心强大稳定 他从不等待骑士 自己就是女王 他明白光环不可能永远闪耀 即使曾经的冠军光环是那样璀璨夺目 但他并不留恋那些加速于他个人的赞美 他明白人始终要向前看 于是曾知道奥运冠军 世界跳水重量级比赛77贯王 如今已经成为国际永连裁判 阿里奥运会跳水裁判长 他登上了跳水的最高峰 也登上了思想和竞技的最高峰 并且继续手写人生的新篇章